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如此 王女士还想来到金牌调节和刘先生一刀两断 两个人的表述大相径庭 关于复婚 两个人竟然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 而随着调节的开始 回顾过往的点点滴滴 两个人的想法看法更是南辕北辙 那你们彼此是这样认定这一条 我是这样认定的 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到 而你却不行 不是你说了 你说谎 那么这对知根知地曾经相伴十多年的夫妻 又是被什么所牵绊的 我们的调节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刘先生和王女士 两位今天来到金牌调解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想我的前妻跟她复婚 传到我们共同的家 想跟前妻复婚 对 传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对 王女士呢 我觉得我们已经走不到一起了 我想跟她两个彻底地分开 我们离婚两年多了 其中有两年 我们是居住在一个屋檐下的 然后现在我搬出来了 但是她脑是纠缠嘛 她纠缠你会纠缠到什么样的程度 有语言的威胁 还有行动上的威胁 也影响我的工作 离婚之后 还能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从这个角度看 当初两个人的这个决定 都有向好的意味 可从今天王女士 那么决绝的态度来看 复婚是不可能的 王女士说 为了不想复婚 彻底断了和前夫的情感关系 她甚至在两个月前 就搬离了原来的家 经常发信息威胁我 打电话我也恐吓我 让我回去 想尽各种的方法来威胁我 发一个图片给我 是床上放了一把 这么长的刀 告诉我 你回来吧 我拿这个等着你 这个都是发在你手机上吗 对 我们方便看一下吗 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她还有 给我儿子写的信 就是让我儿子为她报仇 说她 要怎么样 给儿子写的什么信 她拍照片发给我了 那截屏 这是一把刀 给儿子的信在哪 办得到吗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 微信的一个截屏 对吧 是的 这个截屏的内容 这个是吧 看一下 这是在床上放了一把 这么长的刀 是 是 这我发给她的 是 上面写的是 用这等你 这是想表达什么呢 我把逼出来 就是她离开家之后 40天不接电话 逼她 就是说为什么会发这样的 一张图片给她 她叫五月份 我们两个闹闹一下矛盾 她离家出走了 她走了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家庭暴力 下午的时候 因为我发现她不见了 我一看她打电话 明天你爸爸过生日是吧 你情绪全部回来 我有什么全部可以讲清楚 不管了 不理我 反正她就是不问不理 随便你说什么 随便说多少 她就不管你 那你发这把刀的意思是 因为我叫她回来 打了40天 不接 我没办法了 就是这样 觉得没办法了 不知道有怎么办了 反正 全部好发 要说尽了 我问一下 在王女士看来 这把刀发给你 意味着什么 恐吓 如果我回去 她的意见我不赞同 可能我们会闹得更凶 如果我不回来 她不看见我 可能还会好一点 起码的话 你像我爸爸过生日是吧 家里那么多人 然后还有孩子也回去 你说孩子放学回家来 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真的拿着刀 在那里 你说孩子会是一种 什么心态 所以说 我选择不回去 最后我爸爸过生日 我也没回去 就是因为她这样的态度 是的 确实不应该还给她 但是我也知道这一点 这是现在想起来 后悔了是吧 是的 肯定的 刘先生做出的这个举动 让王女士的内心 充满了恐惧 不过也看得出来 她离开这个家的决心 王女士说 当前夫发现恐吓自己 没有奏效之后 随即改变了策略 开始用苦咒剂 写了一份留给儿子的 忏悔书 刘先生写给儿子 我写了 对 儿子爸对不起你 生下了你 可没机会把你养大 第一个是成才 如果还有来世 我们还做父子好吗 在这里 爸只能给你说 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我也好想把你养大成才 可是心有余儿力不足 希望你长大了 也许你能理解 爸爸的心情 是老天不让我们俩过完这一生 你觉得你爸是一个坏人吗 你可以去问一下我的朋友和邻居们 就因一件事改变了我和你之间的一生 是你爸错了 但是得不到你妈的谅解 我作为一个男人 真的尽力了 来世我们还是父子 这是一封什么信啊 当时我就别忘了 没希望了 这是跟儿子在做这一生的告别呢 是 像是遗书 是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 写下这样一封信 就是发 就是发信息给他 我拿下吧 是在发那个刀的图片之后 他还没有回来 当时我想见他了 跟他谈一下来 我们家有没有希望 他随便怎么不见我了 我崩溃了 心里崩溃了 那个崩溃了 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两年了 我们离一要分之后 我就没家里感觉了 在我心里头 我得半条命 我刚刚在你的这封 给儿子的信里面 看到了一句话是说 爸爸做错了 但是妈妈不能够原谅 所以 让我们今生做不成父子了 结束了这段关系 对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是 说吧 现场 刘先生大方的承认 和前妻走到今天 如此僵持的地步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 曾经发生的一个过往 正是这个过往 让前妻有了心结 而这个心结 一天不打开 前妻就一天 不会接纳自己 那么 刘先生口口声声说的 究竟是 一个怎样的过往呢 我亲自看到 她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王女士 然后她又喝酒了 我就没办法 我就 下边吧 对吧 我就用那个 我在家里了现在 头一天 头一天 头一天是假的 是黄氏回来 想好了再说 我绝对没有下边 后来我在家里找了很久 找到那个GPS 我找到了之后 我就 打了那个GPS的电话 那个GPS告诉我 我的车在一个招待所门口 他说车子是属于一种 熄火状态 那既然车子是熄火状态 要么他就在招待所休息了 要么就在车上休息了 那我就不管他了 后来他半夜的时候 还是回来了 之前放了钱在我这 他就说 要拿去发工资 我说好 我就把钱给他去发工资了 我中午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因为想到昨天晚上的事 我又给GPS打了一电话 我的车子 仍然在我们住的附近几公里 我当时心里就很气愤 因为那个点的话 应该是在外地发工资的 那里的话 车程估计就是一个多小时吧 100公里左右 然后我就叫了一个车过去 结果我过去的时候 正好看见他跟一旅的在车上 不知道他们是干嘛 刚刚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 我已经没有理智了 那个时候就是一个 很疯狂的一个女人 他死掉 我当时打了那女的 然后当天 我跟他两个离婚了 你也没有问一下 到底怎么会上 没有 我当时肯定想 把那女的拉着问清楚 可是后来 他把那女的放走了 然后我又准备 趁手打她的时候 她说不用吵了 吵什么呢 大不了我们就离婚呗 那既然他都这样说了 我觉得反正你都有人了 是吧 你要离婚 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那我就把路让出来呗 那我们就离呗 当天就离了 当天就离了 非常决绝 对 也没有想过 怎么都没有想 不是 检视不了了 他完全失控了 最后没办法呢 我就说怎么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婚吧 我当时离婚了 我吓唬她知道吧 那行啦 然后我这呢 我回家呢 我想把事情返回家去 我回去拿东西呢 我就拿我们的结婚证呢 不行 那还不行 一步都不能走 就在民主局门口 知道吧 如果走了我就死掉 我当时就吓不过了 最后我没办法 马上就离婚了 让她生气的原因是你 本来应该在外地发工资 但你却在这边 跟一个女人在会面 是 那是确实自己不对的 怎么回事呢 当时我说过去发工资 我打电话给我那边 他说老板不在 他等下午过来回 我在路上的时候呢 就是晚上 头一晚上我就 要那个网友知道吧 那天他说中午吃饭 我就醒 刚好吃了饭 就这怎么回事 别人叫什么名字 我还搞不清楚 这是为什么 我把她上次了 感觉什么回事 反正就是说 你查吧 她每天查了 我查了 因为她也太紧张了 面对丈夫的狡辩 王女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从这个事情我们看得出来 情感上 她要求绝对忠诚 不能有任何瑕疵 她拿出了零容忍的态度 这和动不动就通过手机摇一摇 结实异性的刘先生 情感观念差距巨大 王女士最终选择 用当天就离婚的方式 来抗议丈夫的情感不忠 办理了离婚手续后 王女士没有离开家 像给孩子太大的压力 我就觉得 在一个家里 这样的话让孩子会好一点 不会觉得缺少父爱或者母爱 王女士说 当时自己选择离婚 确实有些突然 再加上两个孩子 一个13岁 一个6岁 为了不刺激孩子 她决定还留在这个家里 因为在我们写离婚协议书那天 别人也是要求 必须在上面写上 男女双方 任何人婚嫁 对方不得干涉 那你们彼此是这样认定这一条 我是这样认定的 我是这样认定的 王女士认为 自己离婚不离家 只是为了孩子 在情感上 两个人是没有任何瓜葛的 问题是 刘先生也会这么认为吗 虽然离婚协议书上写的 但是下来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 就是分那个房而已 其他都是正常 正常的 那对于各自寻找幸福这一条 没有这样做 而且谁都不能做 谁都不能做 肯定的 这点你的前妻对你有要求吗 肯定有要求 显然 刘先生并不赞同前妻所谓 除了孩子之外 情感上两个人一刀两断 互不干涉 在他看来 前妻比离婚之前 看得还紧 自己任何的一点风吹草动 哪怕就是和朋友吃个饭 他都不放过 那么事情果真如此吗 王女士给出了解释 我在他房间看电视 这个手机就放到这个电脑桌上面 就在我身边 然后他去上学友间了 手机响了 一个手机在你身边响了 就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射 就撑头去看了一下 信息内容是这样子的 今天我本来就没过来陪你的 可是我接了一单 我就走了 不好意思 然后我看到这个信息了 我是没坐生 我也当没看见 因为我们已经离婚了 这是你的自由 后来这是前不久 也有朋友告诉我 他的前任女友已经离婚了 我前夫请他前女友吃饭了 既然就是说 他当时也是说要找我复婚 后来孩子还来找我 我就跟他这样讲 是这样的 你既然外面有人 你干嘛还纠缠我呢 对不对 你外面有人 我现在位置已经跟你腾出来了 你想干嘛就干嘛 只要你不来烦我就行 不来找我就可以 我们各自把各自的生活过好 对不对 王女士 当你第二次又看到那个暧昧的短信 你来的时候 你当时心里会跟第一次一样 有不舒服吗 没有 没什么感觉 但没看见吧 反正是你的事 但这话听过去好像很无奈 是的呀 既然你在外面有人了 那是你的自由 你的权利 我无权干涉 我也不愿意 我不想干涉 但是你今天说这个话 给我的感觉似乎 总好像你心里 其实还有点神似 其实说真的 夫妻十几年是吧 说彼此之间没有感情 那也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女人来说 感情 不管男人女人 其实感情都是自私的 对不对 不可能说有谁 哪个女人可以站出来告诉我 我就是愿意把我的老公 跟别人女人一起分享 我问一下刘先生 这两件事情你都知道吗 不知道 他看到你的手机的这个短信 根本就不知道 他就是前几天在跟我说的 而且马上我就想到个问题 我说什么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他当时看到这个短信 就跟你吵架了吗 当时看不是这条 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这条 另外也是这种类似的短信 对对对 他跟你吵架 吵得比较厉害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包括最后一次说到你的前女友 前女友 是这样的 我们四川的老乡 他说汉子该进货 来了三天我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他们 最后的时候 走了一天给我打个电话 他说我在武汉 我这样东西吃个饭来 我叫了我的朋友 叫了五个人 人家是到广州去进货 你说汉子该过来知道吗 哎不对吧 根本就不了解 王女士 你为什么会这么清楚 和这么的了解这件事情 对呀 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了解 怎么的 他的 是有人告诉我了 为什么别人会来告诉你这些事呢 不都离婚了吗 朋友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 告诉我了这件事情 当然别人也觉得我很不值 为我报复 离婚不是你们都愿意的吗 对呀 为什么他一直都这样纠缠着我 而且让我的生活 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的生活是一片的困境 离了婚 按道理说 两个人的情感就断了 可是我们能听得出来 暗地里 王女士 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前夫 特别是前夫的情感动向 而刘先生呢 感觉得出来 他依旧是我行我素 依旧是维持自己之前的行事做派 一来二去 王女士心中最后的这一点火种 也岌岌可回 而让她彻底熄灭希望火种的 不是丈夫的处理男女关系的行为 而是丈夫的一席话 刘先生到底说了怎样的一席话 让王女士彻底死心呢 最后导致我帮出来的就是 他晚上给我吵架 比如说我跟他意见不合 他就会跟我讲 别人谁在外面也有其他的情感 别人的妻子其实也是知道的 他是希望你能够接受 他在外面有其他的感情 并且保持跟你的婚姻 对 是这个意思 不是对他说的那样 经常的要把这样的一种思想 灌输给王女士 不是 你有没有跟他讲过你身边发生的 像刚刚刚有描述的这些事 讲过 因为我的朋友他全部认得 全部认识 认识之后 他就怀疑我在外面有其他情感 我说没有 他反正不相信 别人有的可能没有 我说没有 他就是跟踪调查 电话号码全部查 查了他自己也相信 可能没有 但是他不相信事实 刚刚你的前妻 就扯皮的时候 就是我们扯皮的时候 我就说 怎么心里就过不去了 这个事情你们就没有 别人有的 我说别人还没离婚的 你认为没有的 我们就把婚离了 想问一下刘先生 就是在你的前妻 他心里还是想看看你的表现 想给婚姻一次机会 我知道 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在谁身上 他身上 什么原因 心呢 不在家了 不在我身上了 跟你刚刚前面说的那个心结有关系 对 就是他心里面想到那个结 结果打不开了 就反应了 外面有余人 永远的怀疑 永远怀疑 我不同意 不得不说 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 刘先生太糊涂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是在反复碾压王女士的底线 这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 王女士所说的 自己的生活是一片困境 调解员胡建云觉得 刘先生到此刻 还没看清楚自己 刘先生呢 我看在你流了眼泪的份上 我给你说几句 你严重地低估了别人的直觉 最重要的是 你低估了你前期的直觉 他太了解你了 你的呼吸有一点点变化 我觉得他都能感觉得出来 你要提醒你自己 他就像活在你天上一样 看着你 对啊 那我们演戏干嘛呢 那不如就问自己 我怎么样才能真实一点 好好的爱一个人 你低估了一个古老的 咒语 叫向游新生 我看你说坐在他旁边 你们两个人的差距 其实是越来越大 你真的是受了很多事情的污染 当然做事业 面对很复杂的人和事情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在复杂里面 反而学得更复杂的话 其实就是迷失 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 跟你坐在那里 我相信跟你们十八九岁 二十岁相遇的时候 婉然不同 你整个样子都把自己 不断地再打扮成一个 张牙舞爪的人 但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吧 你心里面开始学着去玩 去欺骗 或者去这样那样复杂的东西 它都会长在你脸上 但是你不知道 你一点都不知道 他的感觉 其实你是不重视的 你很重视他的存在 你这个人讲感情 我看得出来 你非常重视他的存在 家庭的存在 但是你还没有静下心 来去触碰他的感觉 所以你的重点 很明显地放在掩饰 你怕他 你爱他 你也怕他 所以你就在不断地演戏 在掩饰 但是你就是 怎么就不能抽一点时间 精力去想一想 人家的难过呢 他难过在哪里 他难过的 至少有一点是 他全部都交给你 完了之后 你把他这一个 全部的付出 越来越淡 越来越淡忘 越来越忽略 他当然难过 就要想 他为什么这么难受 是他脾气不好吗 是他飞扬跋扈吗 是他转牛角尖吗 所以你真的要 发自内心地去看看自己 然后看看他的心 复婚 先复习 找出问题 才能说结婚 胡老师觉得 刘先生是时候 认清自己错误的情感观念了 如果这个时候 他还没有意识到 一切错误的根源 都在自己身上 那么任何人 都帮不了他 观察员李小云 也持有相同观点 一个人先要修正自己 才会真正得到别人的尊重 在这一刻 如果您承认 我就是那一下贪玩了 我就是那一下 没把控住自己 我们还会敬你是一条汉子 可是现在您的理由是 他长期跟您扯皮 如果他长期跟您扯皮 现在您应该觉得 长输一口气 终于得以解放 没有人在跟你扯皮 没有人在跟你拉拉扯扯 可是事实 现在你想走 难不放手 这不是跟您说的 是一个矛盾吗 您所有的逻辑也好 或者说推理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道理也好 都是站在一个自己 我认为的这个立足点上 我认为 我在外面有一点 这样的花花草草 是不会伤害到 这个家庭感情 你为什么要这样 毅然决然地离开我呀 你没有想过 在这种事情上 但凡对方曾经 真正地爱过你 你是多么地伤人家的心 有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 自己出问题了 错了 可能前面走的一段弯路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是应该反省自己 而不是揪着这个事实不放 为什么河水不可以倒流 为什么时间不可以倒走 为什么过去不可以重来 为什么你就这样绝情 我觉得这些问题毫无意义 可是你一个七尺男儿 就是在纠缠这些毫无意义的问题 而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没有在台上听到一句 老婆 我以前可能是因为 太贪玩了 太贪心了 所以做了对不起的事 每一个人 内心对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和过往 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感受或者是判知的 那么当有这个感受的时候 也许您内心是已经在面对前妻不回头的这个情况下 是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深深的插尾 但是我想跟您说 如果有 我们要把它真正的表现出来 而不是用一种不接受自己的过往的那个状态 把它呈现出来 其实这样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女方 实际上你是个情感很细腻的一个女人 你很红密 但是你恰恰缺乏了方法 她选择复婚 实际上你也有想复婚的念头 你们两个是有情感的 但是你偏偏会把有情感的事 说的是零 你偏偏是温暖的话 你会把它说成是冰 让你的前夫琢磨不定 你所以说他出现了一些恐吓的 威信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觉得他的内心像一样 你非常的纠结和痛苦 我在流泪 是吧 在流泪 好 你会觉得自己一次一次的希望 却变成了一次次的失望 可我想告诉你 当一个男人 当他成熟的那一刻 他会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当一个 我也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对你的前夫 你是放不下的 如果你还在这里这么纠结 太过于怀疑 你也很苦 你在这段生活中 你也很焦虑 是这样的吧 所以说他真的想改 他改 你要给他机会 他改 你要给他力量 他改 你也要帮助他 南方认为 这个离婚呢 是给女方一个台阶 你当时在情理上 你是理智的 你觉得你刺激了他 你伤害了他 他疯狂了 他受不了了 要让他缓过来 没问题 情理上你 是当时是做到了 我觉得你还是 为了自制矛盾 事态的扩展 为了使女方能够 稳定情绪 不至于出大事 是不是 你怕他冲动 还可能出更大的问题 你采取了措施 但是从法理上来讲 你们就不是一家人了 女方当初是一气之下 但是两年以后 我觉得他不再一定是一气之下 这两年当中 他是在观察你的 希望你做改变的 所以我今天 我要批评男方 而你处理这个问题 你是用你的霸气 觉得这个女方 原来对你有感情 喜欢你才在乎你 才会这样子认真 才会这样去拼命 你用的你的霸气 另外用你的匪气 拿把刀出来 放在床上拍给他 又是怎么怎么的折腾 你那种霸气 你不如放下身段 来个和气 你这样真的是 把女方再次的气走 我可以这样讲 你今天也感觉到 问题的严重性了 女方这一走 是不是 你怕她不再回头了 你今天来 是要求别人给你复分 而不是可以强制 别人给你复分 你不能说 我二十多天没看到你 我就可以用任何手段 把你威胁你 吓吓你 把你给吓回来 你这样一下 她会跑得更远 躲得更远 你就更没机会 老师们想让刘先生 认清一个现实 那就是 是自己的贪玩 和随性的情感状态 才逼走了前妻王女士 而不是王女士心里 有什么新坎 迈不过去 如果真的有道坎 那也是他不愿意 接受这个 完心不改的丈夫 听完了老师们的发言 刘先生似乎 才开始意识到 问题的症结 可惜的是 他认识问题的时间 有点晚 那么王女士 还能相信 刘先生改过的心吗 密室环节展开 观察员李小云 带着王女士 走进密室 李小云告诉王女士 之所以现在她这么痛苦 很大一部分原因 取决于王女士的心中 还残存有爱 现在她的任何决定 都不过是 在丈夫汹涌的 情感游离中 忍痛割爱 王女士说 她的内心 确实也充满了 矛盾和纠结 但是她一想到 接下来的日子 毫无希望 内心就不能平静 我从17岁 跟她谈恋爱 我可以这么说 我对她非常的了解 她改不了 我的心已经死了 再也回不去了 王女士说 婚姻中 她也在成长 在和刘先生 走过的这一系列问题之后 她也想寻求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 李小云老师 读懂了王女士 内心的想法 我突然在这里面 发现了你们中间 婚姻的一个症结 就在于 其实您是一直觉得 她是不够尊重你的 对 我经常会对她 这样子讲 我说我先睡觉了 她说很反感 我听到我说这句话 我说为什么反感呢 我觉得这是 对你的一种尊重 她说我们之间 需要这种尊重吗 我说当然需要了 听完了王女士 内心的想法 我们其实发现 王女士 确实正如 胡老师所说的一样 两个人的差距 在一步步的变大 刘先生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吗 我的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叫方式 因为出现很多大问题 亲戚朋友 刘峰老师 果断地打断了刘先生的话 在他看来 现在这个形式 说这个话不合适 刘先生应该进行 深度的反省 过往的这些行为 您的这些行为 成为一扇墙 你现在就是 不要去管他怎么样 你就先把墙扳掉 你不能爬到墙头上 把它拽到墙这边 是很难的 但是你拆墙 是你自己做的墙 你自己可以拆 在刘峰老师看来 摆在刘先生面前 洁身自好的这面墙 已经岌岌可危 他需要清醒地认识到 并且开始调整 对于前妻王女士 他不应该有任何要求 对您的妻子 您倒不妨学会放手 尊重 但是你内心 是保持着 对她的执着的 真诚的感情 比如说 她有什么事 需要帮助的时候 无私地去帮助 她是感受到的 学会懂得 去尊重一个女人 你才有机会 你不懂得尊重她 你就没机会 密室环节结束 接下来 两个人会做怎样的决定 我们不得而知 那么 这对一起走过 十五年婚姻的人 能战胜眼下的困局吗 好 从秘诗出来 刚刚老师们 其实也说了很多 特别是刘先生这边 我们都告诉你 诚意很重要 跟我特别老师的指令 我自己认识是个错误 我争取 希望我的老婆 给我机会 改成以前的错误 以我们重新能开始 我非你自己 面对自己的事 以前做错的时候 非改过来 不非像以前那样 罪的有什么空邪 威胁 不非了 你记得前不久的时候 我路过一个卖书的地方 看了一本书 记得那本书 主要就是讲一个人的心态 当时我就把那本书 给买下来了 我也跟他讲过这件事情 你看了书之后 有一些什么心态 或者有一些什么感受 但是我后来听我女儿说 她回去没有看到这本书 当然我也不知道 她具体是看到还是没看到 这个我就不清楚 汪女士 你在这个时候提到这本书 并且提到她对于这本书的 这种态度 我可不可以理解 她是否去认真地看这本书 代表着她是否还有机会 让你给她一次机会 应该这样讲吧 如果一个人能够 放好自己的心态 去看待每一件事情 我觉得做人 或者任何事情 都会得到一些理智 那能不能这样 我提个建议吧 刘先生 他说了 看完以后咱们分享一下 其实这就是给你的机会 我知道我知道 你回去以后 把这本书再好好的看一下 看不懂的地方 来问她 好不好 好不好 王女士可以吗 我觉得应该让她自己 把这本书给看透了 所以我们就这样吧 刘先生那本书是多少页 八百多页 那你就背一百页 你什么时候把一百页背下来了 就证明你用心了 要不然什么叫看透啊 什么叫明白啊 什么叫独厚感啊 这很虚 它影响不了它的决定 你必须要拿出别人看得见 摸得着的 才能真正感动到王女士 在这之前 大家就是朋友关系 说不要互相干扰生活 但是也不是仇人 真的做的 做的 一百页 没问题 从此 每天看得到一个人 在大街上念念有词 你看见没 王女士笑得很开心这一下 是啊 空口无凭 好 好 那咱们今天就共同见证一下 好不好 刘先生 带着这个决心和诚意回去 好好地把这个书背好 然后再朝着自己 美好的生活迈进一步 谢谢 调节结束了 摆在两人面前 再续前缘的路 虽然清晰 但走起来 似乎并不明朗 我们真心地希望 刘先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不管周遭的环境 不管内心的波澜 做到洁身自好 忠于自己的情感选择 只有这样 她的复婚之路 才走得有力度 才会重新展起前妻 已经熄灭的情感火谣 而王女士 她忠于自己的选择 懂得自己的需要 我们能希望的 就是她走慢一点 没准 刘先生会赶上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